市長現在是特別難下替李梅珍站台 是 基本上時間非常緊迫 因為距離總統副總統登記只剩下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所以只要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話 我想任何的方式我們都會支持我們都會幫忙 謝謝 好就這樣謝謝 主席我們現在要問一下 因為昨天馬前總統他拋出說全民調之後 很多的首長都表態支持 那會不會覺得現在好像大家在給黨中的來副施壓 我很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協商 從來沒有中斷過 還在持續的進行 我們現在共同的想法都是以全民調的方式 那真正的討論的重點是三個比 這是有關對比 物比跟占比的問題 那我想我跟柯主席會秉持一切以台灣人民的福祉 作為最重要的依規 一切以大我為最重要的目標 然後最後我們能夠推出最強的組合 但是黨內好像不是很了解這樣的設計 然後他們說是希望用候選人的直接對比 我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協商 從來沒有中斷過 都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我們針對這些所有的問題 都一一的在協調 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那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 我們在這一次 等於創造台灣民主的第三波 新的政治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政黨合作 將來能夠成為一個聯合政府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理想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絕大部分 我們希望在最後的階段 就秉持這樣的一個信心跟決心 一切以台灣人民的福祉為最重要的考量 把個人放小一點 把大我放大一點 但是聽說這個馬前總統在要公開表態之前 他有透過管道跟張主席來聯繫 還有跟侯市長那邊來聯繫 但是他們好像說都沒有下文 然後沒有那麼詭異 這個應該去問侯伴 那我們還是都尊重 不管馬前總統 或者韓市長 或各縣市長 或各位民意代表 這些每一位都是關心國民黨 支持國民黨的 我們一方面 絕對協商持續 第二個 我們現在的共同目標 都是全民調 那最重要的差異 只是 目前針對三個比 有關於對比 物比跟佔比的問題 正在討論當中 那都是個人嗎 還是都是... 請問馬英九表態要挺全民調 韓國瑜也跟進支持 是不是如果雙方都願意以全民調方式整合的話 就可以立即恢復政黨磁商 這個可以理解馬英九前總統 他對台灣的關心 我想他的邏輯應該也是說 如何在2024的總統大選當中 找出最強的競選組合 所以他才會提出這個呼籲 希望透過這個機制可以找出 勝選機率最高的組合 所以 雙方的幕僚應該會開始作業 不過因為在全民調的定義上 國民黨中央這邊 仍然是堅持要納入這個政黨支持度的 德國制全民調 似乎跟馬英九韓國瑜是不同調 那如果是德國制全民調的話 主席這邊是能接受討論的嗎 這個是這樣啦 當然這個之前國民黨已經提出來很多次了 不過老實講喔 在目前台灣的政壇上 也沒有用過這個制度 至少在這20年來 應該還是就照馬總統的呼籲去做是比較快 那怎麼看說這個謝榮介說 國民黨只會等到19號 那主席這邊有期限嗎 因為20號就登記了 你看怎麼拖也不拖 也沒辦法拖過19號 那想要再請問一下 藍白河近期的整個狀況 因為小雞好像都還蠻焦慮的 離選舉還有60天啦 不要緊張 所以還是有機會 好還沒事 我下課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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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協商在政黨協商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也有提出在德國式的一個全民調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去進行討論 那一切在國民黨、楊黨的協商過程當中 我們要給予更多的空間 但是現在很多那個縣市首長還有包括韓市長 都跟進說支持全民調會覺得自己被突襲 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場選舉 大家很關心 我們面對所有人的關心 楊島在整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是奇怪 越快越好 大家共同並肩作戰 第一時間是劉兆全院長給馬天宗的意見 馬天宗好像跟頭伴這邊來聯絡 好像沒有聯繫上自己有知道這件事情 馬總統跟我們的聯繫 其實跟我們的溝通都不會有多大問題 尤其也謝謝他在這段時間 常常在選舉的造設場合 為我加油跟打氣 尤其很多的政策 像核電的政策我們都有不同的方向 所以其實溝通上一向都沒有問題 我好想看 我來mer看 叫甚麼 今天 風和 Vermo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